近來病毒大爆發 新冠疫情流行 國內上週新增987例中重症 其中死亡新增99例 暴增55% 目前新冠併發重症死亡 比流感嚴重10多倍 傳染力更強的LB.1感染人數 也悄悄攀升 新冠重症跟流感難以分辨 發燒咳嗽 流鼻水 有些發作起來根本就像小感冒 但嚴重的胃力不容小覷 因為根據統計 以2023年9月到今年3月 新冠跟流感相比 重症人數是流感的16.6倍 死亡人數是流感的11.9倍 而根據警官署統計 每星期死亡人數約20到90人 大部分為年長者 尤其年紀大又有共病 比如說你有糖尿病口血壓 或者是肝臟肝臟的慢性疾病 那這個風險會更高 新冠病毒演變迅速 從JN.1到KP系列 以及最新型病毒株LB.1 10月開打的疫苗人有防護作用嗎 一部可能會感染的人數 230萬LB的重症 我們估計來講 只要是在6個月之內 應該都可以下降 一半以上的這樣一個死亡 就怕冬天來臨 氣溫症是和病毒生存 確診人數恐怕升溫 不排除會有一波更大的疫情 記者陳建貴宣 台北參訪報導 我是徐國豪 在中視新聞首次坐上主播台 體會到播報新聞 所需要的穩健台風 以及掌握突發 即時新聞的隨機應變 為觀眾播報最即時的新聞 就是展現專業的時刻 更多新聞請鎖定 中視新聞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